Hello 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 昨天看到這個大使 嚇到我 昨天無故跌了三百點 走一個走勢 一開波就下降 今天也延續 什麼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 昨天發佈了一個 怎樣整治網絡平台 主要是關於收費 早上我在早晨明登有講過 相關的內容 這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要知道 昨天就出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但如果配合這一天去看 再看昨天的話 昨天就九點多 我找到最早的新聞是九點鐘左右 然後市就開始 開了市 然後就開始慢慢下降 但其實昨天的市 開頭那段 都不是很動的 那段都是好像 上上坐下坐下這樣 昨天轉倉 今天就期結 按道理都沒有想到 今天就會壓到這麼低來結 因為 他在說 看看 也有可能的 他在這裡做了 也有可能的 壓盡他 壓盡他來結 也有可能 但是 怎樣也好 這個是想不到的 他會有一個這樣的 法案突然之間出現 大家看看這一天 其實是否前一天已經有人知道 在這個位置 就故意沽下來 還是說 其實他故意把這新聞放大來做 放大來做 放大來做 宣傳 也有可能 這也是普通的徵求意見稿 其實 實質對於整個行業的影響 平台股 如果他沒有的話 他就不太跌 譬如騰訊這些 他不是說跌得很厲害 你看看樣子也沒那麼厲害 你看美團 反正這樣 倒下來 完全是 我們想到這裡 反彈 他也做了一些反彈 給我們看 結果出了兩宗新聞 就變成這樣 你見網易也不是很動 網易也不是怎麼跌 阿里巴巴 這些跌得比較多 還有京東 這些也跌得比較多 其實主要是美團 跌得最多 怎樣也好 整件事就不是很大的事情 我看了一篇新聞 傅瑞也有講關於他 這宗新聞 其實他也是講的 即將來 美團自2021年起 已經做了什麼結構的改變 做了什麼收費服務的更進 總之令到商家 因為這件事之前已經炒過了 如果你在這幾年 一直喊著這些網絡監管政策 你是知道 其實這些事情已經是 講過 也不是新的新聞 只不過這次又出了一宗新聞 就說他要規管他們的收費 價錢 還有一個是 黑客名單 一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 下面有個阿里 講一下 京東 其實裡面的內容 都是告訴你 他是不是很害怕 他們已經做了 就是 他要你出來接盤也好 叫你做什麼也好 但其實這也是事實 其實他們自己都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不是一件什麼很大的事 但最終的市場反應就是這樣 亦都令到我們原本預期要發生的那個 那個反彈去到一半 它就完了 我不敢說它是完了 但那裡就出了一個指折 它就繼續下來 其實 有時候回想一下 就是我今早上寫稿的時候 看到昨天這樣跌 都有點無奈 就有點無奈 好像我們預期這裡 我們怕他會有一個匯通 誰知道他這天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 那個叫做什麼 放寬買樓 那四個政策 就是那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夾了市場上去 去到這裡 預期它會反彈 就只是出了一宗新聞 就是事辰不太對 就夾不了 都有點無奈 但是怎樣也好 就是要去面對它 而且我們向來都是 那個心態就是覺得 喂 我們會有一個框架 但是它如果出了一個框架 就是升會怎麼做 下跌它會怎麼做 現在去到183了 去到我們最低的位置 183附近 今天也有回答一些股友 這個問題 接下來怎樣呢 如果明天它也不能夠 回到上去 那也要減少好倉 也要減少好倉 過星期 過星期六 星期七 本身都預期 星期五的早上 提了幾次 就是星期五的早上 夜晚PCE 今晚就生過今 如果PCE不好呢 那就再跌了 但如果PCE好 它會反彈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只要做一些準備 你寧願會好 沒有什麼壞消息 就這樣去追犯 很多時候 這些情況 好像很悲觀 但是其實 也經常發生 可能無端端 它就突出了一大堆 然後它就反彈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它反彈呢 本身也可能是 有一些操作在背後 但是今天就比較 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昨天 科技股跌得比較厲害 那麼我們的 恆子股就沒有跌得那麼厲害 那麼恆子股 除了 大那些 什麼 騰訊 美團 這些多之外 或者阿里巴巴這些下跌 多之外 那麼其實昨天 這個 內銀股 都可以做到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要留意的一點 但是 可能它們 內銀股跌得差不多 他們也會比較快 反而今天看到 7226 我們看到科子 科子 又不是很跌 開始有些 企穩 甚至乎 我們跟開那些 大的科 科技股 網易也可以是有一個反彈 那麼 看看明天 它會不會穿了那個位子 如果穿了 就是再下 那麼 我唯有減倉 我也不懂得做淡倉 做淡倉 轉頭就夾著 所以 我寧願 反彈我才做 寧願這樣去選擇 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 喜歡做淡倉 淡倉 都可以的 其實今天淡倉 都有很多機會可以做的 很多機會都可以做的 這些位置都可以做的 這些位置都可以做的 這些穿了你可以做的 三個頂穿了都可以淋 但是我就不做了 所以就 不過後來這一段 就猜它殺到180 有可能會殺到180 但我也不敢肯定 都是看A股的走勢 A股就特別弱 A股弱 是不是還有一則新聞 影響了它 今天也是跟大家看看新聞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現在的市場 還是在一個摸索的階段 其實我都認為 你再問我一次 接下來的市場會不會反彈 我認為市場還是要反彈的 它是未完結的 確實我今早就先說過 其實他有點像這個 我心目中的走勢 是 Renek Team 那個走勢 日經那個走勢 有點像這個走勢 真的行之是有點像這個走勢 升升升 是不是 背 squats 他磨大 反彈 然後appe guys說 有沒有跌的 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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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反彈起 你以為沒事了 不是的 額不 rese就軟 menu 他還要再跌的 我觉得未来的恒指,整体,现在不肯定看不到,去到年尾,我估计,年尾四头,9月10月,你会看到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 这个顶,我原本是希望它破顶,但是它跌得深了一点,就有点担心它破不了197,就是会在这些位置做个商订,到时就自己要减持 还有时间点,现在已经是月底了,最后两个星期就要注意,但是当中它再有什么消息,或者被人扩大什么消息,这个我就没办法去触摸了,我都只能说一句无奈了 大陆的估计相对弱一点,这几天不知道是否和这件事有关,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罗兵涵永道 普华永道,即是罗兵涵永道,BWC,Price Waterhouse 大陆叫普华,香港就叫罗兵涵 首先就说他什么呢,就是说罚了天价的10亿,这个天价的10亿源于什么呢 源于恒大,恒大,也很厉害 19年,20年,有5600亿的钱是假的 你看看许先生的做人做事 他真是 无法无天这件事 什么都敢死,他完全是 我告诉你,他的心态就是 我去到这样的地步,我都不能够了 不如玩下去吧 玩下去 我享受多久就多久了,你耐得我何吗 这个世界是什么无敌,无乱无敌 这个可能是一个典范,第四可能就是 写在一个史冊里面 史上最无赖的代表 他害死了很多人 害死了很多人是什么呢,是有心 全心帮他做事的人 如果他的出发点是真的觉得 我砌大个盆 你敢弄爆我吗 他会用这样的心态 你不敢弄爆我 那你就让我删下去吧 但是当中有些人是真的相信你的 然后帮你做事的 真的给他一个心态,帮你做事 然后去养去自己的家 养去的工人,养去的员工 最后 给你一个这样的想法就害死了 你完全没有赚 现在你这样跳出来看,他是有点像 这样的 状态 打算为自己大了 其实你看他的股票 你看我们 恒指里面的股份 大的股票是近这10年 大的股票 或者大的股票 或者大的系统 除了恒大,没有人这样没有高楼的股票 没有那么夸张的 你看708 炒到 是吧 恒大自己的股票也是炒到离谱的 这些 很明显一定是有些 内部操作 具体的怎么做怎么玩 我都没办法跟得上 但是 一定是有些内部操作 你有什么可能 我说那晚吃饭看到他播的CG 那些行词 很多行词 很多行词 全部是CG 全部是电脑动画 那晚我突然说这家行词 我立刻在 拍片里说 还是写稿 我都忘记了 一定不行 因为这家公司 没有理由 我在未出 稿之前 我在未出车之前 我就要做一个 illusion 给你 做一件事给你看到 我觉得 我是真的会做到的 然后肯定后面 是有一件事 它是需要 靠你用这个 建立的信心 然后去 筹钱 结果没错 这些 就是 当时那一刻你都可能看到 股票又升 股价又升 什么什么都 有很多 又说在搞什么 然后又说试车 然后 最搞笑的 车展的车底 是没什么 手掌来的 如果你当时 如果你这样骂他 我们是要被人评击的 不是 你看他多厉害 风头多厉害 今天你看回头 就是 就是一批东西 整批东西 然后现在就说 拖一下小麦 下水 小麦今天立刻澄清 立刻说 我从来 都没有留过 要买你那间厂 我想他这样 吹了一个风 出来 我想他是 踢高一些股 散一些货 换一些钱 找一些人入局 可能性都挺大的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 市场比较弱 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因为他 他也做很多国内的 生意 他做很多国内的生意 那 喂 你现在没法10亿 一单 现在又换了新冠上任 会不会不断查下去 你没得做 或者你 关闭了 没问题 因为你 这里也写了 他的业务 一年是 2022年的业务 达79亿人民币 但是对比他自己全球收入 503亿美金来说 喂 真是 黑痴就没了 这是个小数点 所以其实对于他的生意 没有问题 但是 你去審计的人 会不会被人回旧账呢 然后赶回来呢 会不会现在欠这班人呢 这是一个讯号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惊动到股市有点害怕 就先缩住 这个 其中一个想法 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这个 小心点 我可以说小心点 另外 这件事说过了 腾讯 早前说过 DNF 叫做地下乘与勇者 说他的坏话下降了 其实他这个游戏 其实是很热的 说出来的消息 真的很热 不错 我想说的是什么 想说这件事 大渣哥 大渣哥集围 大渣哥集围 就是他开茶几的时候 就是正值这个 运动的期间 当时呢 我也有吃过 在湾仔 王景桥 以前 现在换了那间 我又没有吃过鱼蛋 但我有吃过这家茶几 进去吃的感觉就是 服务态度不太好 野食就 茶几 不是太差 但是不是太好 可能有很多古人吃过 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想说 他倒门 是 可以预期的一件事 甚至做茶几 是很难做的 你的资本 是够不够做的 是其中一件事 你做的大小也不小 你做开什么生意呢 你做开什么生意呢 你是做开鱼蛋 你做开鱼蛋 你做开鱼蛋 为什么买这些东西 是可以赚钱的 做鱼蛋是很赚钱的 大家不知有没有去铜锣湾 长期以前 不是津津的 长期以前在 现在的那间 糖包 总之 CXL隔壁有个位置 长期在那里卖 鱼蛋 鱿鱿鱼 煎鱼三宝 那些小食 我记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好像租金有几百万 那就是很赚钱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赚钱呢 因为他们做小食 容易做到 因为你避的东西 相对单一 相对单一 你涵盖的那些 产品的品种 是容易 控制成本 好很多 但是差的又不是 而且你做的小食 量比较大 譬如我做鱼鱼 我做鱼鱼 我做鱼鱼 可能一天都可以买到 四五十斗 四五十串 我计算了数 避多少 又说得 但是查的又不是 查的你的餐牌 可能有100种东西 但是真的吃的 可能是 20-30种 70种都是汽的 你做统计就算了 然后你避的材料也要避 又不是各样的说得 然后你做餐牌的设计的时候 你没有去想过 他们的结构 什么叫结构 比如你 干炒牛河 菜圆牛河 沙爹牛河 还有 沙爹牛河炒公仔面 核心就在牛肉那里 你这样设计 我做了五个东西 都是用一块牛肉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我想的餐牌更漂亮 我做什么 沙爹牛河 然后我做 排骨炒河 然后又做 洗近鸡柳饭 然后我又做什么斑筷 然后又做猪手 然后又做西炒饭 看下去 你同样用一件东西 可以砌20个餐牌 吃出来 你现在是做20件东西 做20个产品出来 整件事是完全不同的 你没有设计过 你没有经验 你就很容易出事 避免就会出事 你没有做过这些东西 其实你见他 林义希 入股 拿200多万人入股 就知道他 不够钱 我想是不够钱 或者他要钱 去开茶茶几 再加上他在九龙湾的位置 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是觉得 他倒闭是必然的 所以他经常都说 做生意 特别是年轻人 现在做生意很难 有时见到也是 觉得是很可怕的 譬如我们见 我经常说 HibiFace Hibi的 频道 我经常看不想看 看那些死场 街市 都很差 早前有个报道出来说 防协的街市做得很差 空置率很高 但是 领展的 业绩 说他的空置率很低 他98个月升出了率 有没有水分 不知道 正正规规做事 没有很大的水分 但是也看这些视频 看到领展的场 是做得好一点 所以 所以你看到 经常都说你一间公司 会不会做生意 你真的看过头 看那些人做事 那些人做事做得到 市场很差也好 他都会做回来 你看他多聪明 把东西不得的 提早卖了 全部有几间的 有几个财团买他的东西 停车场 停车场是刺的 没有人租的 然后有些商场 我都说过 专门找 专门找一间 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有很多家 都是这些商场 都是管不了 都是死的 领展自己做反应 就没事 所以 他出来的结果就告诉你 他那个 可派息 提高了 可派息提高了 是什么 收益 增加了 租金可能有得升 当然有减的 有加的减 然后可能是他的资本 减低 使钱减的 CAPEX 减低了 或者是他 因为现在这样的环境 也不会乱去买东西 会有这些情况 所以 你懂不懂做生意 不是说你有没有钱 懂做生意 是你可以 赚到钱 而你懂做生意 你有钱 你就赚钱赚得快 最重要是你懂不懂做生意 这个才是第一位 所以我再说 其实很多时候 你见到这样的东西 很多时候 那些人做生意 就是不停地开 我早前在那里看 早前在那里看 那些 鹿岛 那些年轻说他开 咖啡店 我想那个频道也有很多人看的 关于咖啡的话 他说 在香港 他开一间咖啡店 他说如果年轻出去开 如果一个月能够 说到2000杯咖啡都算不错了 2000杯咖啡 我哪怕你多精品 精品到得一滴 不知道你多精 精到怎么也好 你2000杯咖啡 一个月 你是虚耗人生的 虚道光的 2000杯咖啡 你拉上补下 我当你40元一杯 即是贵点 40元一杯 40元一杯 2000杯咖啡才得八皮 是吧 你八皮一个月 你可能有 买下 买下的牛角包 他都说了 有些all day breakfast 那些 那些东西会贵点 就赚到多些钱 那些 通常做事都是这样的 有些是引流款 我们叫引流款 利润款 那些就是利润款 是呀是多些 利润是多些 你做得少些 就赚得多些 但问题 他都不是令到你的收入 扩展到很多 可能你做完之后 你就10万元 收益10万元 收益12万 12万 那 你除灯油火 份人工 雜货 是吧 你 赚到多少钱 你赚不到多少钱 有时候你还有投人生气 你还要有个人帮你去看店 你又投人生气 就有part time 那里有些开支 那 不要说疫情那么极端的事 只是说一件事 你现在收的钱 若果将来 你的 业主 加你租 你能不能住 因为你是 小铺就是做那个 范围的 我想你做不到 一公里的 我想就做500米 那你做500米的范围里面 你可不可以 加到钱 加到 他们继续吃 继续吃 那你就预认了一个问题 这些是 你开波那一刻 你是很有passion 很有想法去做 但是最终 那条数点算 你 影响可以很大 这个都要看一下 自己的环境 所以你见到其实 那些小型的coffee shop 是开很多 又收拾很多 开很多 就是很夸张 所以 对于我来说 如果你叫我的新人 在香港再做 做多次生意的话 我一定是开鸚吞面铺 不用 你不用问我 我一定开鸚吞面铺 首先我喜欢吃 第二 你看到肥仔记 肥仔记 我也说过 肥仔记的东西 我个人又一般 不如他便宜了 二十多元 你看到他在近年来说 他是算开得快 你不要作为肥仔记 你再看看其他 那些鸚吞面铺 行不行 很多你身边做的 都很多继续做 当然有些收拾的 都不会完全没有 但是 遗数比较少 你见茶记开开合合 最多开开合合的 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 日本 日式的 日式的店铺 最多开开合合 那些 用的钱又贵 装修又贵 入场费又高 然后你避的材料又多 避的材料又成本又高 不吃得不够客 全部输 请个师傅任不便宜 这些生意很难做 要想清楚 你怎样做这盘生意的时候 所以他输呢 是 可以预期 可以预期 他打算有小环去带动 但是其实呢 反过来看 你看到他开了铺之后 谭小环去做 做推广 那个 那样东西 是 少了 他没有在推广那里做多些 我觉得他没有去收过餐牌 这也是问题 他这里有人说 要品牌化 品牌化呢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你想品牌 就品牌到的 化就化到的 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他说 那些人就走去投资 做什么 鱼蛋酱料配方 做些 做些特色东西 做些 做些 预製东西 甚至乎想大陆做 想大陆做 你听他说 说得容易 你上去做好伪 好麻烦的 不是那么容易 你不理他 你的钱是会输了 我和各位 年轻人 或者你们的子女 和你回大陆创业的 自己 一定要 跟他说 一定要好小心 我告诉你 有一种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 假如 你 餐厅 譬如你不做了 你会叫人收货 譬如你不做的时候 你叫人收货 就收了袋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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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是黑社会 你一叫他进去 你一拉闸 他立即 整班人 就和你收货 你只有一个人 你搞他不赢 你做这些生意 不懂路 一定要好小心 很多这些 回大陆做生意 除非你打算长住在那里 你也在那里有个经验 或者当地有个 信得过的partner 还要有一个 信得过的 会计师 帮你跟会计的 那些他们叫会计 就不是说 有些年轻人 自己在家 接单 帮你开公司 帮你做 不是这些 这些 有事的时候 帮你不到 他自己经常都会出错 所以这些 你也要小心 总之 不容易 茶餐 是一样 不容易做的生意 你见现在做得好 是因为 有些人将它冰厅化了 冰厅化了 你carry的东西 少了 容易做 好了 今天就 说到这里 希望明天不要太差了 希望 事情可以 保持得好一点 OK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